欢迎来到回声聊亮 这里高棚满座以歌会友 这里并肩搭档致敬经典 你是否对经典作品念念不忘 你是否有心仪的嘉宾搭档 回声聊亮期待你的加入 阿尔山的姑娘美丽 欢迎王老师擦电 请订阅 全部叫做两个人好到穿一套裤子 我和你在一起慢慢吃胖 然后呢 在一起慢慢地减肥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收看 有天王表夜 特约播音的回声聊亮 我是马月现场的 所有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吗 熟悉我们回声聊亮节目的 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的节目啊 是重温经典 翻唱经典 致敬经典的舞台 那欢迎大家发送您的资料 到屏幕下方的邮箱 让我们一同开启回声之旅 那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幕后花絮 或者是再次观看我们的节目啊 您可以下载 我们的央视综艺春晚客户端 更多探秘 更多精彩 近在央视综艺春晚 好了 那今天 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的五位嘉宾 带领我们一同 同温经典 许多人都还在等 许多人都还在等 等一个可能 我等待会儿都还在等 看街上 行人以为相拥着 请问 为什么只剩我一人 流荡在街角的黄昏 等未来给我一个问 我等待会儿都还在等 一起走过每一个黄河 我们都在等待那人 一颗小白羊 站在烧树旁 耿耳顺耿耳壮 守望着悲强 微风吹 吹得绿叶沙沙香落味 开阳照着绿叶山荧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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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羊 小白羊 和我一起守边房 也去搜遍房 星光灿烂 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 陈世间风雨早已习惯的我 不会留意到别人说些什么 想哭的时候不会说声难过 也不会在乎别人会怎么说 等待依旧的梦只要自己知道 不会像谁说还是想做回自我 星光灿烂 转过黑夜飞到你身边 年轻的星 带着那分一栋心 带着那分一栋心 终又会来做回我的梦 月沙窗青山 金香连 一朵朵白雨绕山间 一片片一片一层层里 一阵阵歌声随风传 哎 谁不帅家乡口的日呀日有 幸福的山坡 千年万年长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 青春来到树下孤树 出生的太阳照在脸上 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 青春来到树下读书 出生的太阳照在脸上 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 亲爱的伙伴 亲爱的小树 和我共享阳光与路 让我们记住着美好时光 直到长城参天大树 让我们记住着美好时光 直到长城参天大树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 青春来到树下读书 出生的太阳照在脸上 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 出生的太阳照在脸上 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 你去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当起小窗儿满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流人飞 欢歌笑语绕歌彩云飞 好亲爱的朋友们 美美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 属于你 属于我们大树掩盖的心已飞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才有多么美 天也行 地也行 春光更明媚 城市相尊处处尊光辉 好亲爱的朋友们 愿不愿大家借其胃 听胸膛 笑要美 光荣属于八字年代的心已飞 热情的掌声送给他们 欢迎王胀胀 欢迎罗仲勋 欢迎王丽云老师 欢迎王杰石老师 欢迎金波 几位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挺好的 我就是不想给我的父母 带来很多的压力 反正那时候就感觉自己长得小 谁要一问我年龄 我就是挺不愿意的 然后现在我就是 已经年龄也大了嘛 然后就现在已经是说 想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加油 看着出来啊 我们的火苗是一个优乐观 有孝顺的一个女孩子 当年也是不想增加家庭的负担 对 好 这么样一个好的女孩子 这亲事 哥哥我给你包下来了 好的 但是啊 你选亲的话 你得让人看看 咱有啥彩艺才行啊 行 好的 没问题的 来 掌声响起来 谢谢 暖风吹那春来到 羊群优然吃草 怎么突然想起你的微笑 地上飞着白铃鸟 马尔萨也得跑 我要你的拥抱 你知不知道 你的爱就像火苗 把我的心燃烧 少得我的骄傲 无处可逃 你的爱就像火苗 我用相思煎熬 整个草原飘着爱的味道 那好吧 就这么办吧 这个别擦了 那个金波尔 这个就是我们 就剩一个发带了 还是绿色的 那我们 跟你相配 还真是 跟你相配 跟你相配 他应该是据绿色 绿色 你才怎么据绿色的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绣球啊 绣球啊 对啊 对啊 王岐师老师 你还想再招一次亲戳 我这个绣球 我这回去练了杂技什么的 我看是 狮子鬼绣球啊 这个礼物就各有归属了 大家都选好了 是吧 咱们就赶紧有请翻唱达人 一一登场 看看这些礼物 究竟符不符合他们各自的特点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翻唱经典 好的 今天第一位出场呢 是我们节目的一位特别嘉宾 据说啊 他是为了一个人专程而来的 他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有请他出场 好 我看一只花 风吹冬年花 梦幻天遲到谁家 胡蝶飞过悬崖 何处去采荒 一帅一帅长方 让那飞烟落荒山 黑眼睛眨呀眨 把冰雪融化 岸山的姑娘美如花 灿烂的笑容 映红了彩霞 请你一句情话 绽放一滴情话 就算是海角天涯 也把我牵挂 就算是海角天涯 也把我牵挂 就算是海角天涯 也把我牵挂 因为她是专程 为这一个人而来的 这个人据说是 图雅儿时的偶像 对不对 非常喜欢她 这个偶像 就在我们 五位嘉宾当中 你干嘛呢 我还没说什么 我一说偶像 你怎么就上来了 干嘛呢 他们说是帅友干啥的 我肯定是选我呀 你肯定是弄错了 这又上了一个 这还直接拥抱 你知道我为什么第一个上来 你为啥 你嫂子就是跟她一个民族的 就是蒙古族的 你还不想我的解释 这个解释有点牵强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这个人长得很帅 那就是我 你说中旭也帅 现在你们都这么谦虚吗 中旭能不能上舞台来好不好 这个刚才不猜了吗 大家都各自认为是自己 是不是 咱呢就让这个图雅 说几个关于这位偶像的关键词 是吧 对 刚才说了很帅 帅 还有什么 我的心目中的这个男神 一定要会跳舞 不会起码 跳舞跳得好 咱们这样 咱们咱们一个一个来 好吧 他这属于采棉花的 8点5旋转 你看 这还可以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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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是 他是第一个男神 他这个男神 有球 不行了 什么情况 音乐厅 王老师 踩点车 这次最后就剩钟旭没到 对 钟旭这个 这个 钟旭这都是前车之见的 你可千万别跟他们学好不好 这些观众们眼睛都是血亮的 谁跳的最好 拉克电术 咱们重肯地说 跳的最好的当然还是罗中旭 但是跳的第二好的 就是王正正 对不对 这个点行啊 这个点不要来说 我们给一下他们第一的机会 所以我们来个第二个皮肥好不好 我正想说这个呢 这一番呢 优胜者就是罗中旭 跟王正正了 好不好 那第三个关键词就是 一定要默契 默契 默契这个词呢比较抽象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游戏 是非常考验默契度的 就是你来演 我来猜 好 好不好 那我更厉害了 他都厉害了 你嫂子跟她是一个民族的 你嫂子又来了 咱们就让图雅 罗中旭 和汪正正 来一番默契度的大考验 看看跟谁的默契度高 好好好 来试一下试一下 来上道具 没问题 亮啊 我来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 我手中呢有很多提卡 这个游戏呢 只能靠动作来表演 我手中的这些词语 然后让图雅来猜 通过谁的表演 让图雅猜中的词语多 谁就赢了 时长大概是一分钟 怎么来计时呢 看 我们这儿有一个帘子 其中一个人在表演的时候 另一位男嘉宾就来 降下这个帘子 过程大概是一分钟的时间 记住啊 明白 好 来那就是汪正正先来 到第十 三 二 一 开始 你要干啥 解裤腰带吗 这是要干嘛 脱裤子吗 你不拉链他该拉了 来不及了 这谁脱的底 这太吓了 来不及了 换衣服 换裤子 警告一 不要说话 眼睛 起眉弄眼 还有点接近了 快点 手无主导 快点 快点 我觉得换一个 赶紧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还换吗 二转 换换 这个简单 你要干什么 做活生 取肉 对了 答对了 草原狼 四个字 你真难为你 这 特地把我给埋在沙湾里 我脑袋都伸成这样 我在那又学狼又学狼又学猴 那个啥 你学狼有啥用 你那个表现 嗷嗷那声 可以猜出什么呢 知道吗 狼苦鬼猴 那叫 刚才方正的成绩是 在一分钟的时间内猜中了一个 接下来就换位了 由中序来表演 来托亚来猜 好吧 到他 我让他一个都猜不出来 好吧 第二轮比赛开始 到底是 三 二 一 那那那那是什么 瑟瑟成语 托普拉笑 对了 哎呀 罗格今天很伤心呢 这四个字 痛苦流涕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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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玩啥呀 就完了就完了吧 最后答案 还是让我们这个 涂亚来揭晓好不好 到底谁是你的 儿时的偶像 开场 那个礼物 送给中序哥那个磁带 是你的吗 的确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对罗中序哥非常的有 深刻的印象 是因为有一次他参加 我们中庄电台的节目 星光灿烂 哇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太棒了 那还说啥了 对 磁带都是你送给中序哥的 那肯定就是中序哥是你的偶像的呗 是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然后这个走上这个歌手 这歌手这个职业的生涯 就特别希望有机会能跟罗中序哥 罗哥能唱合唱一首歌 所以就借着我们回程聊量这个舞台 看你们给不有这样的机会 那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啊 而且呢 这个还是我们节目当中 第一次出现了两位嘉宾 组成了搭档是不是 那我就高兴的宣布 罗中序和乌兰图雅搭档成功 耶 嗨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翻唱达人 哈喽大家好 仙女女凌凡 快来人 天下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 你慢点 这地方太滑了 差点毁了我的花容月貌 差一点了就 你好玉典哥哥 不是马玉哥哥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哥哥 那个你是谁啊 来再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玉皇大帝的第七个女儿 我叫火苗 新鲜女儿夏凡 有何贵干的今天 哎呀 马玉哥哥你不知道啊 我父皇啊 催我结婚催的厉害啊 这不正好 直到今天 咱们灰声嘹亮有几位很不错的男士嘉宾 我父皇就偏让我下凡来选亲来 你这多大啊 你这多大啊你这个你就选亲 你这么大点你没到年龄呢 太小 马玉哥哥我已经是成年了 你成年了 嗯 对 你多大了 嗯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嗯 不可能 真的 我就是比正常人少了两个骨骼 嗯 我能长到一米四五 这大个 我已经是很棒了 哦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跟常人不太一样呢 嗯 在我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就感觉我那个这个身高啊 跟那个一般同龄的人 嗯 差了一块 然后我的爸爸就带我全我各地吧 然后去看病 然后那时候的医药费也特别的高 然后我爸爸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说爸爸咱不治了 我这样也挺好的 我就是不想给我的父母带来很多的压力 反正那时候就感觉自己长得小 谁要一问我年龄 我就是挺不愿意的 然后现在我就是 嗯 已经年龄也大了嘛 然后就 现在已经是说 想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加油 好 看着出来啊 我们的火苗是一个游乐观 有孝顺的一个女孩子 当年呢也是不想增加家庭的负担 对 嗯 好 这么样一个好的女孩子 这亲事 哥哥我给你包下来了 好不好 但是啊 你选亲的话 你得让人看看 咱有啥彩艺才行啊 行 好到 没问题的 来掌声响起来 暖风吹那春来到 羊群游然吃草 怎么突然想起 你的微笑 地上飞着白铃鸟 马尔萨也得泡 我要你的拥抱 你知不知道 你的爱就像火苗 把我的心燃烧 少得我的骄傲 无处可逃 你的爱就像火苗 我又像思煎熬 整个草原飘着 爱的味道 不访问 哦 乖 暖风吹那春来到 羊羞人吃草 怎么突然想起你的微笑 你的爱就像火苗 把我的心燃烧 烧得我的骄傲 无处可逃 你的爱就像火苗 我又像思煎熬 整个草原飘着爱的味道 I love my head 成功了 不错 你看多才多艺 又会唱又会跳 就你们看我这么有气质的女士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 文武双弦的白把王子 必须是的 是不是 那我再问问你火苗 具体来讲 咱们这个选亲对象 有啥要求没有 有啥要求没有 这样 我自己想了两个问题 然后我想请四位嘉宾哥哥上台来 我想问一下 那就请我们的四位男嘉宾上台 谁通过了考验 谁就跟咱们搭档 好不好 同时那也就取回家去了 咱们这个考核分两方面对不对 对啊 一个是文考 一个是武考 对 现在咱们来文考 来文考 对 我想问一下四位男嘉宾 发射用英文怎么说 对那个罗仲勋举手了 英文的发射 太简单了 发射 完了吗 发射 还怎么说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发射 英文的发射 好了 这是文考 武考怎么考 武考咱们应该准备道具 小明刚说武考 你就把这椅子凳子 搬上来干嘛呀 这个要写字啊 不是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一下 我站这儿啊 你要干嘛呀 欧阳哥你给我把着点 给我把着点 金波哥哥给你拔着点 先把拔住了 拔住了啊 给我喊个口号 123我就下去 一 二 三 干嘛 哎呦 妈呀 哎呦 妈呀 不会问的 还能再高吗 干啥呀 还能高 哎呦 太能高 哎呦 呦着 呦着 天呐 干嘛这样 千万 别再下来了 等我拔住了 别再下来了 我的天呐 3 2 1 我的妈呀 真跳啊 王正哥哥你嘴啥 要不你试一下吧 我们就里面 极有几个人 叫他武功好 极有你可以了 你这大长腿 来一下 来一下 你都不用咔 你这些身腿都行 来一下 来一下啊 再上一张 掌声欢迎 汪正正来超级摔踏 开始 3 2 1 我叫飞得更高 车子够疼啊 我就这么跪下来 都挺疼啊 你这文考武考 这个我们这四位嘉宾 都不行啊 咱们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再考验一下 还有 就是我父皇吧 在我临下凡之前 给了我一件宝贝 因为在我离上场之前 我把那个法宝 放到那个嘉宾的后边了 每个就那桌上 那几个礼物 其中之一 就是你的呗 对 在哪呢 我那法宝 就那绣球啊 绣球 给我们的火苗结为搭档 一 二 三 好羞球 哇 我还输啊 王正正啊 对啊 这时候就个儿在这儿 对啊 天生就是抢羞球的料啊 对啊 我们就高兴地宣布 火苗和汪正正 搭档成功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赶快 有请下一组 翻唱达人 大家好 我是想让大家都拥有快乐的 尹国辉 今天你快乐吗 这时候这些阿姨大姐 是你请来的拉拉队吗 还是 因为我是今天来是跳舞的 然后所以今天阿姨穿得这么靓丽 也是来跟我一起 我怎么看你的模样 不太像跳舞的呢 不太像跳舞的 你是专业学习舞蹈的还是 这个说来话长了 其实我不是 然后我从小吧 就喜欢跳舞 就喜欢跳舞 然后我爸我妈 就给我送那个舞蹈学校去了 校长见了我就说呀 你的骨骼青旗啊 然后就因为这一点 就给我赶回来了 骨骼青旗 哪有毛病啊 不可能 一二 我胳膊是歪的呢 啊 哦 就这样 那你不值不了吗 对 但是那个校长老师说了 我适合跳蒙古 红颜 向南飞 飞过 哦 我明白了 你这算是歪打正着啊 对 时长舞短 接下来舞台就留给你 我们来考验一下 看看你的舞技究竟如何 好不好 好嘞 起一份欢唱 起一份吉祥 起一份花好月圆的好时光 吻吻吻着春风 春风别来无恙 迎接着金秋 金秋已经欢笑 起一份祝福 起一份兴望 起一份风跳 替我感受得日快乐 好余生的好景象 轻轻这在北 在北春光浩蕩 走走这江南 江南鸟语花香 欢机一汤 欢机一汤 写一杯美酒 心花怒放 玩具一堂 玩具一堂 在海上一曲有一一宿天长 有一天就天长 你这个舞蹈看着这么魔性呢 魔性啊 你这都自己琢磨出来的吗 这舞蹈动作 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其实应该感谢我身上的一个法宝 这是装这双鞋是吗 是我头上这顶发带 发带 对 也就是开场的时候礼物之一 有一个发带 就是你的是不是 对 这发带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吗 这可是我祖传下来的发带 这东西还有祖传的吗 今天国会呢 给您带来的运动神奇发带 这个神奇之处 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有一些阿姨就说了 有时候那个打麻将啊 然后那个看了孩子啊 就觉得腰酸 背痛 这个腿超尖 所以今天我给您推荐 我这个祖传线来的 经过了780道工序 编织而成的发带 这个发带啊 就是你一戴上 就情不知尽的 就想跳舞 然后呢 不同的颜色 还有不同的舞种 我想了 现在观众朋友们 已经非常的期待了 那就让国会给您推荐一下 我们这款发带 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上道具 这看来就是你那祖传的发带装的箱子 我背着我爸 我妈就给带来了 非常的考旧啊 哇 各种颜色 各种形式的 对 我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不同颜色 有不同的舞蹈动作 真的吗 对 就情不知心的 然后首先呢 我先 我先把这个黄色的 先给拿掉好吧 好 接下来选哪个颜色 接下来我来个粉色的吧 大家想不想知道粉色戴上会有什么效果呢 什么效果呢 我倒数三根树啊 三 二 一 浪费掉一块大脚 不最棒 哎呦 天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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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怎么了 马月老师 你没拦我吗 你就忘记了一下 刚刚是谁 你脑子 哇 扔掉 哇 好嘞 接下来 挑选一个 红色的吧 你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吗 这块运动神奇发带呢 神奇之处就在这里 无论你在干什么 就戴上了之后就 情不知心的就开始跳上了 我是谁 皮车约 皮车约是谁 皮车约是我 我是谁 好朋友们 跟我一起牛起来好吗 我想问一下哈 这个发带 只是对你个人有作用啊 还是所有人戴上都会有作用 无论 没有 没有舞蹈功底 戴上了之后 都会 都可以 行不知心的 跳舞 老厉害了 这个你说起来 我们可有点不太相信了 好不好 好在我们现场有五位嘉宾 可以测试一下 黄太后驾到 你跳得真棒 小影子 小影子 赶快交给太后 这个发带的魔力究竟如何 好 好了 好了 那就游戏 跳完了 是不是都得成大了 王妙妙几位贵客 来选一下我们的发带吧 来吧 各位 挑选一下 王老师您先来 我这年纪比较大 挑个黑的吧 来 把艳的留给年轻人 不不不 嫩的 好了 刘伟嘉宾 注意了 不会要发口令了 是我们一块的 一块的 停停口令 三 二 一 我是谁 好朋友们 这一道机器 坐进来 同步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好 肩膀运动 一 二 一定要注意 胯 胯扭起来 对 跟着动作 跟着节奏 跟着严老师 动起来 对三 二 一 全身运动 人物在风 看喵喵喵 没有谁能比我花超 那我们要继续说一说 这个发带在神上 谁身上的作用最大 谁跳得最好 谁 来 王娘娘 哎呀 你干什么 小眼睛给你瞧 完了 王老师 你带着发带就回不来了 是吧 回不来了 完全进入角色了 好了 对 你今天这个组成发带 确实给我们几位嘉宾 也带来了快乐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你今天来是要选搭档的 对不对 对 这几位嘉宾 你选哪位 作为你的搭档 哎呀 娘娘 选择 选择 选完了 没没选完 所以今天要选的是 丁哥哥 金波 你从了吧 因为我的兄弟是个历史 我今天也想到一个比赛 这个金波 这是 金波 这是命中注定的 来吧 啥也别说了 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金波 那我们就高兴地宣布 金波和尹国辉 达到成功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交出场的 这组欢唱达人 大家也许并不陌生 他们之前来过我们节目 不过这次来啊 他们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到底是怎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来先跟观众朋友们 说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林玥 我叫邓阳 她是我老公 二辈呢 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了 对 上一次大概是在半年之前 半年之前 不知半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位在体型上是不是 是 半年之前 他们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这有图有真相 来一起来看大屏幕 看一下 感觉很多人都会比较好奇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问 就是体重大概有多少 我们俩现在就不到800斤了 半年前 两位是加在一起不到800斤 方便透露一下 半年之后 你们俩一共减掉了 有多少斤吗 一共减掉了 大概有350斤吧 350斤 半年的时间啊 那差不多快减到三个五了 减肥成功之后 你们这个生活上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没有 就 敢上街了 起码就是 最少就是敢逛街了 敢逛街了 对 以前我俩都不敢上街 就是我俩在大街上走的时候 有的汽车啊什么的都超过去了 然后他就会停下来 打开窗户 拿着手机在那拍 然后现在就走到大街上 人家就看一眼 就完事了 就不把我俩当回事了 刚才在大屏幕上大家看到了 半年之前 也给大家表演了节目 那今天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 也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我们来看一看二位 减肥成功之后 究竟表演如何 好不好 好的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从来没有人如此 贴近我的心 总有许多许多话 想说给你听 从来没有人如此 拿动我的心 偶尔无心的伤害 全都为了爱 心会跟爱一起走 说好不分手 春风都化成秋雨 爱就爱到底 你 为爱搭建宽阔的天空 为爱搭建宽阔的天空 又许爱有更遥远的梦 心会跟爱一起走 心会跟爱一起走 说好不分手 说好不分手 爱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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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刚才这段表演 为什么是老公在秋千上 老婆在表现站着呢 没有 今天我还在说这个事 可能出对象的时候 是女生在秋千上 对啊 然后婚后就是男生在秋千上 不是家庭地位变化这么大吗 想听实话吗 说实话 对我来说实话 他减的没我减的多 所以他上不去 我第一个二位这个减肥之前 发生了很多窘事是吧 能给大家说说吗 我们俩最胖的时候吧 就是搬新家安心床 然后我俩第一天上去就 床就塌了 谁的床能禁得住八百斤 然后我们俩就沙发上过一宿 结果 而且当时买家具的时候 人家说这能受得住 好 让人家那个老板也特别无奈 你找他家 还问你说能禁得住八百斤吗 为什么 够换新的 第二天人家来了 去把底下 人家本来板子够了 人家夹了好多板子 然后夹固了一下是吧 对 夹固我俩就不行 夹重型的床 对 对了我想起来了 开场大家都送礼物了 那个不会那个超大号的牛仔裤 是你们俩的吧 对对对 真的是你们俩的 是我以前穿的 你以前穿的就是那个牛仔裤 对对对 刚才对 就是他选的 选了牛仔裤当礼物了 我觉得郑正老师和岳哥可以一起穿 完全可以 谁一起穿 我们俩 对 我们一条裤子 能宽进去 试一下吧 行吗 亲兄弟吗 咱俩 来 来 往前溜的溜的呗 来来来 一百一百一百 再加快 起一点 一二三 一二三 怎么样 什么叫两个人好到穿一条裤子 就是我们这样 回去吧 各大的关系怎么样好不好 挺好 回去吧 你往哪边转 我让你回去 我让你回去 你往哪边走呢 这家的跨给我了 就你俩最怕的是啥呀 他俩 最怕就像你这样 你知道吗 摔倒了就爬不起来了 对 爬不起来了 其实咱们说起来轻松哈 大家可能体会不好 他们生活当中的艰难 我有个主意 就像刚才王正的说的这样 咱们呀 穿上一个 类似于胖子一样的冲气服 大家来体验一下 胖子的生活 怎么样 朋友们 你们说好不好 哪位观众想尝试一下吗 那位大哥 哇 都穿上了冲气服了 二位 能不能说说 你们平时当中 最不容易的几个动作是什么吗 就是比如说 二郎腿是肯定不可能 跳不起来 跳二郎腿 来来 不是 关键这腿在哪都不知道 这肯定跳不起来呀 这波还行 来来来 我可以呀 这太不容易了 其实还有个最大的一个难题 知道吗 下楼梯 对我们肚子大 看不见楼梯 试试 对 你适合当个胖子 我没看见 等会 这个不用扶他 胖子最难的就是跌倒了 如何爬起来 你自己爬起来 来 怎么样爬起来 哎呦 哎呦 真是 太不容易了 这个 敲二郎腿跌倒了 还有什么来着 可以系一下鞋带呢 进鞋带 摔手 我说我的天哪 这鞋带 咱们都体验到了这个 这个胖子的生活当中不容易 没错 既然已经穿上冲击服了 咱们也别白穿了 咱们是不是一起给观众朋友们表演一个小节目啊 好 好 好 小碎步啊 齐木 我们掌声送给几位嘉宾拍我们的观众大哥 对 那话说回来 半年的时间六个月 减下三百五十斤 对 我俩 这过程一定非常非常痛苦吧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是听着自个儿肚子咕咕叫的事睡觉的 对 每天晚上都是别叫了 别叫就是这样 那减肥既然这么痛苦 二位是我想问问怎么坚持下来的 应该说我俩成长了 能找到我俩现在的信念了 嗯 我们俩减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这个生活里边包括为了我们的父母 还有为了我们俩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小宝宝 哦 就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那今天让我们看到的一种非常让人感动的爱情哈 你看我和你在一起慢慢吃泡 然后呢在一起慢慢的减肥 二位能不能拥抱一下 好不好 我为什么想让他们拥抱呢 我就想问问他们 你们减肥之前 二位能不能拥抱在一起 可以是可以 可是那个距离很远 给大家表演一下 哈哈哈哈 你看看起来嘛 咱俩一看就说起来 中间这块没有了 哦 对对 你可以和岳哥试一下 以前我俩只能 比如说你们俩就只能这样 这样嘛 得站远一点 你看我的肚子肚子在这 现在中间这块没有了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进步啊 对 定下一个小目标 要实现它 对 你减50斤 然后老婆再减100斤 再减100斤 首先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咱们一块减肥 好不好 好 那就请王老师到舞台上来 好 那我们就高兴宣布 林岳 邓阳 和王洁诚老师 搭档成功 恭喜 好的朋友们 接下来要请出的这组 翻唱达人啊 他们是一对发小 他们要在我们回声嘹亮的舞台上啊 来一次就别重逢 有一位还没到场 咱们先请另一位啊 首先登场 邓阳 哈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岳阳好 小姐姐姐姐姐太大了 岳阳好 朋友们好 我来自哈尔滨 我叫胡晶晶 你今天不是来见发小来的吗 对啊 见发小 我妈告诉我 我发小呢 是从国外回来的 然后呢 定在你们回声嘹亮的舞台见面 你就删这事 这发小啊 这事怎么了 这事 你想装大一哥呢 你啊 哈哈 装我也是大一几啊 我也不能大一哥呀 哈喽不了解女人 作为一个有气质的女人 说变就变 哎呀 一秒钟 哎呦 说变就变呢 好 这样 我们请你的发小出来 好的 你们好好团聚一下 好不好 好 静静 这儿呢 哈哈 oh my god 想死你了 自己咋样 想我没有 哈哈 天啊 爱心 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怎么还是那么有劲 你还不了解我呢 哈哈哈哈 哎呀 累了吧 来 坐起来了 哎 看看 你一点都没变 这些年你还是这么爱吃 吃啥呢 爆米Flower 就爆米花嘛 爆米Flower 哈哈哈哈 是是是 哎 咋样 咱俩别聊了 和你聊天太疼了 这些年你不知道我吗 没情没重的 啊 这么多年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 没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年我感觉你变了 我还是喜欢小时候的你 小时候的我 是什么呀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短暂 曾经最爱哭的日 也爱哭了日 老师们都一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拍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演小品的一个场景 我俩不只是发小 更是夫妻 多少年的夫妻 这老公别的没看出来 你老公手劲够大的 那你也应该能看出来 我也挺能挺的 抗击打能力够强的 不光我俩是发小 是夫妻 我母亲和他母亲 以前也是闺蜜 那这几家人在一起的 关系应该特别特别好 对不对 关系挺好的 怎么的 大嫂吗 你有故事 别吓唬 别吓唬 他不拿你 我保护你 没事 太说 你看我这命 遇到一个这么怼我 我换这边 其实怎么说 虽然说他母亲 是看着我长大的 但是嫁给他们家之后 婆婆也挺厉害的 有点像那个王丽云老师 就是 我这是真是 像什么躺着中枪 我是指和电视中的形象挺像的 但是通过我的智慧努力 现在我和我婆婆处的就像亲姐们 不是 就那个 我的意思就是 特别亲 既然你刚才说到王丽云老师了 咱们就请王丽云老师上台 咱们现场还原一下 这个晶晶跟婆婆在一起的场景 大家说怎么样 王老师啊 这个您呢 今天 就演晶晶的婆婆 儿啊 妈呀 哎呀 真是长得好 儿长得真好 我飞我妈 她送你都是 我媳妇儿 母后吉祥 哎呀妈呀 这儿 我心脏要是不结实 真受不了 妈 我还没看你怎么就起来了 我没让你平身呢 跪下跪下跪下 起来早了吗 起来早了 不是 你觉得我儿子怎么样 帅 人也好 那你嫁到我们家什么目的 好多人都说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说我性格方方面面哪都像您 你给我展示一下性格 我看你性格哪点 没感觉我的那种小鸟依人啊 还有骨子里那种高贵啊 就是特别女人的那种感觉 妈呀 可女人了 真的 你给我展示一下 我看你咱们女人了 好的好的好的 大河湘 妈 你看也多女人呢 妈 你这太女人了 你吓着我了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呢 你这样呢 大河湘 东流啊 天上一滴 黑的花 黑 黑 残北的花 来点 行了 行了 这个我知道了 我们家啊 找儿媳妇 因为我这个人呢 就是操持家务 那是一把好手 对 我妈现在厉害 你得接我的班 你得把我们家这摊 都接过去 撑起我们家这个门面 我看看你怎么个干法 我那麻布呢 没麻布撑 咋撑呢 没麻布啊 行行行 我这旧坡就下来了 来来来 我可能干呢 妈 你就看吧 就我擦的桌子 那都天下无敌了 我跟你说 谁干活能干过我呀 我真不是说 来来给你 哎呀 你过来过来过来 你别丢我人了 你知道我今天 为什么来参加这档节目吗 本来吧 没有我的名额 后来我一听 王洁实老师来 我说我是听着歌长大的 我特别崇拜他 那么我写了申请 打了报告 人家领导特批的让我来 你这儿 你把我这个偶像 你会毁了 这不行啊 成语不成 你给我那偶像 道个歉 对不起偶像 哎呀 没事 咱保持距离啊 您别怕 现在保持距离也白费 因为我看我婆婆 这么崇拜您 说不定将来 您会成为我公共的 妈 你偶像喜欢你 这孩子不靠谱啊 怎么样我这活干的吗 这我们家找这个母儿媳妇 说实话 我跟谁打架我都不怕了 行了 就嗷了吗 这就通过了是吧 嗷了吗 谢谢王洁老师 这儿子参老妈回座位 快点 参母后 哎呀 真是 特别巧妙的 晶晶用这种自己的小智慧 化解了婆媳之间的小矛盾 那除了刚才这些 晶晶 您还有没有别的来诀窍 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呢 在一个家庭当中 最主要的 一定要珍惜 就比如说 我老公吧 可能站在这里 朋友们都觉得说 看外表挺好的一个人 其实您谁都不知道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 他和我婆婆 去团里演出 发生了一次意外 遇到了一个疯子 拿着铁锤乱打 他和他母亲的脑颅骨 全都打碎了 在当时医生的诊断结果就是 他能够恢复到生活自理 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而我是在那种情况下 遇到他的 就这样我们结为夫妻 一直走到今天 十几年过去了 有好多人都问 我是否会后悔 其实人世界没有那么多后悔 你喜欢 你才选择 你选择你就要坚持 你坚持就要努力地去珍惜 去经营 我们一直走了十多年 好在一直都那么幸福 感谢每一个在我们身边 陪伴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 我们真的是看得出来 小两口在一起 非常的幸福 但是我听说 你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家人是反对的是吗 那是当然了 都是希望自己的儿女 过上最好的生活 当时我妈妈反对 不是因为别的 就是担心怕我嫁给她 万一她有什么后遗症 那拖累我的 可不是一天两天 那将是一生一世 所以一直的反对 然后后来没办法了 我只能 就是结婚登记了 我才告诉我妈的 我妈都不知道 起初很生我的气 借着这个机会 我也想告诉好多朋友 其实我是一个任性的女儿 有好多地方 我做的都不够孝顺 包括很多年轻人 千万不要拿爱情 当做赌博 我的就是一种赌博的方式 很冒险 但幸好我赌赢了 但是有多少人 又能赌得赢呢 一定要和自己的父母 多多地商量 不要像我这样任性 而且会伤了父母的心 这是我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 说得真好 可以说当初那段 痛苦的经历吧 导致自己 那段时间 武官呢 或者怎么样 那时候都肿嘛 都变形了 然后后期一点点 我有点好了 好了 我碰了他之后 我俩在一起 起初我是不同意的 我说我不能 包括追求这个过程 也都是我追他 他跟我在一起之后 在有 我在 不能照顾他 反而他照顾我 一家人在一起 共同努力 现在很支持 谢谢你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来到我们的舞台 是干什么来了 选搭档啊 五位嘉宾 想选谁 作为你们的搭档 还是选我妈吧 对 选的王李宇老师 因为和我婆婆很像 很可爱的 是吧 王老师呢 我真是刚才 我挺感动的 我愿意给你当婆婆 多好啊 好 那我们就高兴的宣布 我们的王李宇老师 和我们的精灵夫妻 搭档成功 耶 好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演 耶 谢谢 好 我们的五组翻唱达人 已经悉数亮相 观众朋友们 要想了解更多的幕后花絮 或者是再次观看我们的节目 请您下载 央视综艺春晚客户端 更多探秘 更多精彩 近代央视综艺春晚 好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致敬 经典 广播剧场达人 无言如 雪爱 风铃如沧海 我等夜回来 时间没安排 一场意外 你悄然走开 都 socket 谁在城外 浓雾散不开 看不清对白 雨停不出来 风声不存在 是我在感慨 梦醒来是谁在窗台 把结局打开 那波如禅意的未来 经不起谁来猜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白 沉默年代 或许不该 太遥远的相爱 我送你离开 天涯之外 你是否还在 你是否还在 情生何来 生死难猜 用一生 所以离开 千里之外 你是否还在 情生何来 情生何来 生死难猜 用一生 用一生 去等待 你正常好看这里 太紧张得先烧气 英雄马上就要出现 最漂亮的人的第一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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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打打气 我给你人工呼吸 你的冠军我是奖品 Oh my baby you i me 红豆 大红豆 芋头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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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你要加什么料 红豆 大红豆 芋头 芋头 绿豆粉圆米还嫩 花生艾鱼和仙草 芋圆回馈小汤圆 清淋糖水牛奶冰 甜的辣的和咸的 香的臭的最漂亮的 怎么搭配随便你 保证心情变好的 你正常好看这里 太紧张得先烧气 英雄马上就要出现 最漂亮的人的第一 加油加油打打气 我给你人工呼吸 你的冠军我是奖品 Oh my baby you i me 我给你 Houli 有没有帅 沱台铺 与你过吧 我新编炼 煙一堆 小山厂 我新编炼 的小山厂 在那遥远的小山厂 小月小山厂 在那遥远的小山厂 我那亲爱的妈妈 已白发冰冰 过去的时光满忘团 满忘团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闻跟她那丝儿的泪珠 满腹她那孤独的心 女儿的温 春节里温 愿妈妈的欢喜 女儿的温 春节里温 愿妈妈的欢喜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题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心上 让我想念你 突然等着你的眼睛 你不答应 我也要向你请求 绝不回心 纵然闭着你的嘴唇 你没回忆 我也要向你恳求 绝不伤心 陪我一个吻 陪我一个吻 不愿意 也可以 虽然表示甜蜜 我一样感谢你 好的 没有 可以不愿意 但喝一点 是 人生路上天赋和稀有 愿与你分担所有 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 要勇敢的抬头 谁愿长躲在避风的港口 拥有波涛汹涌的自由 愿是你心中等他的守候 在迷雾中让你看透 阳光总在风雨后 请相信有彩虹 风风雨雨都接受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风风雨雨都接受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晚的所有的五组搭档回到舞台 来再次隆重地为大家介绍一下 一号搭档罗忠勋 胡兰图雅 送你离开 天涯只问你是否还在 二号搭档金波 尹国辉 三号搭档罗忠 王立云老师和胡晶晶杨 杨爱鲜 温柯杨爱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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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好的 那接下来观众朋友们 将要行使你们的权利了 喜欢哪组搭档 就为他们投上一票吧 来 3 2 1 开始 几号啊 5号 1号 3号 2号 都有 1号 谁是最受欢迎的人体组合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哇 他们就是王林老师 胡锦丁和杨岸线 恭喜 恭喜 来 让我们送上我们回程寥寥的奖杯 来 有请 送第二位 谢谢你们 那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翻唱达人 也会有一个小礼物 那就是天王表一块 我们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也有一份幸运 我们将在所有观众朋友们当中 抽取三位幸运观众 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是谁 恭喜 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 谢谢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幕后花絮 或者是再次观看我们的节目 就请您下载央视综艺春晚客户端 更多探秘 更多精彩 尽在央视综艺春晚 好了 还是那句话 同门时代经典 唱响回声聊亮 朋友们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祝你出风向 不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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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神救救回到 心中永远永远